今天我們的評測對象狼狼很短 所以我們就不要拖太久了 速戰速決 這隻垃圾遊戲應該不會有很多人留意 但可能平時有玩一個co-op shooter的人會有點期待 Earth 4是一間很獨立的studio 製造的 他們Facebook只有300多個like 所以就不要期待他們的成品會有多好 遊戲的背景設定在2032年 外星人侵略了地球一年 作為普通平民的玩家就挺身意 卓陣拿槍出來射射外星人 我們就不要拒絕他們 為何會被這些奇怪怪佔領地球一年 反正就是4條謀理合作 Earth 4 Dead 加外星人MOD的遊戲 喂 這隻遊戲很棒 拿槍打喪屍的聯機遊戲不用用腦 輕鬆鬆和朋友打鋪機不太好 HD版的Earth 4 Dead 2 有ADS的瞄準功能 應該不會太伏太差 而且會有很多人買 但結果就是拿樓灘 就是不行 所以我不建議大家入手 雖然沒有這個必要 但我也免為其難 幫這遊戲找一下它有什麼優點 首先第一件事是打開這遊戲 畫質都是Unreal死的東西 看一會覺得OK 吃久了就覺得你 在沒有光的地方 看到眼睛真的會很不舒服 喂大哥 人家作迫偷光 也沒那麼辛苦 你的對比度會不會太高 有時候效果一多起來 我直接想落F4 我就不太肯定敵人有沒有被我燒死 但我肯定我的眼睛就在燒 我們繼續看下去 遊戲走起來也挺順 起碼我的電腦就沒有哭到Felive Unreal 4的畫質都差不多用盡了 前提是你沒有中Buff 它的畫質設定真的很少 有時候你調一調的Effect Level 一轉一轉全屏或無框 畫面就蒙起來 蒙起來不是因為你近視深 是因為畫質比例Bug了 在遊戲中又沒得整 於是你便要去安裝路機 找個File出來自己改回 每次都是這樣 跟著看看ADS方面 ADS算是不錯 開鏡的動畫 畫質量不算很高 但起碼也拍得住 09年的Cordial 4 雖然開不開鏡也一樣 起碼也有這個功能 對吧 言而是沒用的 準星設計很奇怪 我示範給你看 首先你對著這傢伙 有個若隱若現的白色交叉 開槍會有些紅色效果 淡出淡入 我也不知道你是想我開槍 還是跟我說我已經打中他 背著螢幕背得久 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被遊戲催眠 遊戲已經悶了 你還想催眠我 簡直在挑戰玩家的意志 我苗條C也會有這些效果 那是想怎樣 你被人堆壞了 你就回去找下衣的飯盒 你不要經常擦存在感 簡直是擾亂我的視線 我還要怎麼瞄準 繼續看下去看下去 隊友AR是OK的 你不要看他像個紙板人一樣 起碼他懂得救人做事 自己懂得走位集合 怪物看起來是蠢一點 但起碼未知為難 有時候玩一些喪比遊戲 都是血淋淋一坨的東西 最斷手斷腳 玩久了有些人會覺得不舒服 起碼要開胃一點 我就已經吐不出有什麼可以讚 那我們就看一隻遊戲 首先他作為一款射擊遊戲 但他射擊的部分 是全遊戲最糟糕的地方 那即是壓得糟糕 我也不知道從哪裡開始說起 從槍身的帽子開始說 槍的選擇很少 只有幾款 全部看起來好像翻版BB彈槍 拿一枝錐出來就會拿機 到開槍音效 每把槍的音效都會超弱計 又需要經常用的水槍 散彈槍 火神炮 彈殼掉落地的聲音 你敢不敢再尖一點 射擊的聲音效 好像全部都是槍後面露出來 再看看開槍打怪點 其實我也不知道有沒有打中 淺血效果不明顯 支解暴擊又沒有感覺 沒有硬直 沒有反應 打中又沒有提示音效 Hit marker又不清不楚 我在玩什麼呢 金弓BB彈槍 決戰外星象交人 低賠版 你設計這些喪屍遊戲 原意就是被人拿槍爽下射個把 現在爽都爽不起 不如回去打飛機 用近戰才好笑 拿斧頭都不知道還沒裝過劍鋒prime 一定堪中隊友 最忘記說我妙隊友有沒有有軍顯示 用Quick melee更搞笑 用妹子打人 沒有打擊感 但怪怪會被人打一份 影帝班就獎給他 快點看等級設計 10個固定任務 靈劇情味 配音滑稽 內援度低 起點走到終點 中間拆出一堆爽秘 精英怪獅兩三隻輪流上班 喂到我上場了 待會見 途中要你用E去解決所有事情 經常要你走回頭按鍵 然後再走 白癡 Stage和Stage之間的轉接提示 現在是不夠的 經常都搜完一區 可以走了 但怪怪還在出 原地已經打了幾分鐘 原來已經可以閃人了 最主要原因就是他垃圾的BGM插入 真的很廢 有時候場面看來很緊張 很嚴重 很害怕 但連BGM也沒有 一出精英怪 我出場了 但還是廢話要播放很isance 再次也沒有BGM 到最終關 씨가放回וצare 連 гру Sand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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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圓突破嗎?你搞什麼飛機呀? 唉 原本我覺得這遊戲始終是小的studio 製作的 有些垃圾有些不行的都可以諒解 但我看完他們的trailer 我真是火都來了 根本就不是那回事 你細創拿這麼多錢弄宣傳 但連音效都弄不成 射他吧 木嘴 你的槍設起來不會射的 槍沒感覺 怎麼搞的? 爆炸你最厲害 我的眼睛就真的爆了 PS4 Xbox One PC 差不多全平台發售 連GeForce Experience的支援都沒有 這麼小的廠已經學人玩trailer一流 做壞規矩做壞事 這樣的狗屎垃圾都要賣129 那PUBG是不是要賣300元? 就這樣看畫面是OK的 但玩來這隻不是 2018FPS要有的水準 最多就是Steam上面那些免費的FPS垃圾 再說白點 這隻遊戲根本就沒有弄好 但你收我129 129不算貴 但你這樣的垃圾就不值 人家9年前的Level 4 Dead 2 又可以裝模式 又可以隨機生圖 比你便宜六成還有特價 偶爾還免費 合作射擊遊戲 喪屍射擊遊戲 市面這麼多選擇 有比較就有傷害 Earth伏 五星為最伏 可以給4顆星 我不建議買 再看一會 反正這批半圓成品 他們收好這麼多錢 不差再等他們收好這遊戲 到免費送給你 那時便再入手 其實很容易 打了人家 加一個音效 加一個Hit Marker 加一個分數模式 你打了一隻怪 會寫100在上面 已經可以解決你的打擊感的問題 至少扣一星吧 稍微讓他弄好多元粉 不如無事算吧 什麼啊 原本賣30元美金 你老美 現在人家可以這麼奸 水田嘉堡 3 nutrient 2 4 3 5 2 3 1 2